首先有请第一位登场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叫拉雅萍来自北京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青花人物大盘 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花生乐剑 带来了这个 是咱们的得益之作吗 是啊 您是怎么得到它的呢 我老伴几年前买的 我们看一下 它这有没有款 大名成化年制 对 成化年可是出好词戏 但是我的朋友见过说呢 说的那个明代期间 没有这种陶刺的款式 他说这个瓦盘呢 好像有点问题 所以说我今天 想请专家给鉴定一下 咱们当时花了多少钱买的呢 大概七八万吧 七八万 也不便宜了 但如果它要是成化年间的话 我觉得它不止七八万 因为现在成化年间这个瓷器 市场价格是比较走高的 那究竟咱是捡了漏还是打了眼了呢 请专家健保 好吧 好的 来 这个盘子 我们从鉴定的角度来看 它的画功 它的右舍 它的胎字 应该是典型的康熙的东西 那么下面出了一个问题 你既然是康熙的 为什么要写大明成化年字呢 这里头有这么一件事情 《清宫档案》里有个记载 大概是在康熙25年到41年 这个期间呢 康熙皇帝发现了个问题 他说你把瓷器上写了我的年号 打碎了以后呢 扔到垃圾堆里 扔到马路上 对我很不公 以后就不要写了 在这样一个政策下呢 遥控就不写了 但是还要写个基础管 就写的大明成化 这是典型的康熙器 那么它怎么叫呢 我解的还是以山水为主 有人物 这个人物呢 就是高司徒 那么这一点呢 我想这样 请黄老师 在绘画上给他点评一下 从这个图案上来看 实际上它是中国画 山水画 还不是以主要表现人物为主 那么山水画里 这个如果是明代的山水画 我觉得这个也吻合的 因为它这个造型很独特 把山头啊 故意处理成有棱角的 还有它画那个树 画那个房子 都跟明代的山水画的造型 有接近了 所以它是故意模仿 这个盘子我仔细看了一下 有点瑕疵 大概有这么一道充限 但是一点不缺东西 要扣价钱的 完整器的话 应该在20万 现在呢 比较客观一点 跟你说呢 12万到15万之间 大概有这个价位 距离您买那个七八万块钱 还是增值了 是吧 再听听店主的 所谓明看永春 清看三代 三代呢 就指了康庸前这三代 咱们这个盘子 就是典型的 康熙时期的一个盘子 然后有山有水有人物 通景绘画 十分的艳丽好看 层次在家里面 也十分的典雅 所以说我觉得 像这样的一件作品的话 在市场上应该是 关注度应该是比较高的 像杨老师所说 它表面上有一条 小小的冲线 就是因为有一 这一点点瑕疵呢 就要对它 有一点点扣分了 所以说杨老师 雇那个价钱 我也比较认可了 但是我觉得 市场流通的话 应该稍低一点 应该10万到12万左右 就是因为那个冲线 对对对 没错 如果没有那条冲线的话 那个价格到20万 应该是非常合理的 行话叫奔三冲七 有个奔应该就是七成价 有条冲刨掉三成 非常合理 我觉得大家说的挺对 两样是这样 我们都说收藏了之后 为什么叫收藏呢 就是好好地保护它 藏起来嘛 否则损坏就影响它的价值 回去好好收藏 还是真东西好吧 恭喜您收藏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